任意一点的电位我们就可以用 以前我们导出来的 Electric Dipo在外面产生的电位 那这个Potential就等于4πY0分之1 这个地方是R平方 那这个就变成DipoMoment.RUnivectal RUnivectal当然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单位向量 那么所以我们看一个界电值被极化以后 它在外面任何一点产生的电位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从这个Dipo的中心 Dipo的中心 本来就是Dipo的中心画出去 现在我们就要看下面一章 就是下面一节看界电值内的电场 这个外面可以用这个值 外面 就是说这个是界电值外面 这个是单单指的 这两个分子被极化的情况 好 现在我们看假如我们有一块界电值 界电值里头还有许多许多像这样子的一个分子 好 那么界电值内的电场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么一块界电值 界电值 它现在被极化了 被极化了 极化以后我们假设好了 它的极化是朝这一边 不是均匀极化 这个polarization是跟位置有关的 假定是随便给一个 这个地方的极化强度是这个 于是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里头有好多好多的diple moment 有好多好多的diple moment OK 每一个都是 都是P 每一个都是P 因为他们现在有一部分 是排列整齐跟polarization同方向 于是这些 这个里头的极化电荷 这个界电值里面所形成的diple moment 就会在外面产生电场 这里会有电场 这个电场呢 其实啊 我们可以由这个 一个一个 这个来算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有取一个diple diple diple 成上这个地方的diple moment 就是说这个区域好多这个东西 我这画的不成比例了 这个比这个还小了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东西呢 就变成 这个地方的 就是说这个diple moment 在这个地方 就有这么多 diple moment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polarization 它就是这个地方的polarization OK 等于这个 它会在这个地方产生电场 这个电场啊 我们 我们把这个就当做这个好了 其实这个就当做好了 这个地方的diple好了 diple diple就是这个地方的diple moment 有多少 总diple moment有多少 然后你把这个diple 带到这里来 diple带到这里来 就变成这个地方的diple moment 我们把它写出来 于是呢 这个地方的v 这个地方的v 我们先写dv dv就可以用这个式子 4pi 4pi epsilon zero 4pi epsilon zero 2平方 乘上 dp dot r unit vector r unit vector OK 好 那么整个的v呢 它就等于 4pi epsilon zero 分之1 r平方 然后这个积分 积整个的 积整个 dp的积分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呢 就写成这样子 4pi epsilon zero 这个就写成p dot r 积dtau p积dtau 就是dp 然后这里是r平方 积整个的tau OK 它会在外面产生电位 你知道电位 你就可以求电场啊 用电场等于负的 gradient的v 来求电场 好 那么 我们外面都没有问题了 现在问题是这个里头 你求这个都没有问题 你这个就照 积分 积整个的这个tau 问题是我这个里头一点的 电位是什么 这个里头一点 它在这个界电值的内部 它是等于多少 OK 好 现在我们呢 可以这么看 我们说 如果你真的要看 这个 这个地方的分子 我们用这个 scopic point of view 来看 好 那这个区域啊 单单这个区域里头啊 有很多很多 有排列整齐的 有没有排列整齐的 对不对 它不是都排列整齐 有排列整齐的 有没有排列整齐的 好 好 那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由它本身所产生的这个 你单单看这个 单单看这个的话 那简直没办法求啊 因为 有的整齐 有的排列不整齐的 然后它千变万化 它这个 不是永远都 都直向这个方向 它因为 有温度的关系啊 它里头会 产生vibration 有时候一下子变这样 一下子变这样 里头是怎么样子的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它是随时间在改变的 所以这个地方啊 你要用 microscopic point of view啊 简直没办法处理 所以我们就不用 不用这种围观的来看 不要真正的说 我们缩小 人就缩小 变成这个分子这么大 然后看这个区域 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用宏观的来看 宏观的就是说 我们整体的来看 区域整体来看 这个小区域呢 是在这个介质里头了 这个区域啊 我们就当作是一个 一个区域 它的半径是大R 的一个球体 一个球体 这个球体这个 还有啊 数以千计 的这个dipo moment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说 实际这dipo 比这个还更小 它里头有也有数 我们可以说 就是数不清的 那当然外面更多了 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 这个里面的 这一点它的 电厂跟电位 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把这个图啊 把它放大一点 我们把那个区域放大 我们在这个 界电值里面啊 画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半径是R 半径是R 这个R比里头的dipo啊 要大好多好多好多 大好多好多好多 好 那实际上我们看起来呢 这是很小 实际上整个看起来 这个其实还是很小 还是很小 不过这个小的地步啊 比起就是说 这个体积啊 这个半径啊 比起dipo moment 它这个d啊 这个位移啊 还要大 大很多很多 所以呢 现在 这个区域的电池 的电位 我们就可以看成是这个 当中的电位啊 当中的电位 好 这个当中的电位啊 我们现在单单看这个界电值 像这个就是 极化的界电值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跟电位 好 现在 我们全部 这个外面 外面的极化电荷 在这个里头产生的 这个 电位是多少呢 我们以前不是做了一个 例题吗 好 以前做了这么一个例题 说 这里如果有一个点电荷的话 它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产生的电位 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们求 整个的平均值的电位 相当于哪个地方的电位啊 哪个地方的电位啊 记不记得 我们在讲 Laplace Equation的时候 相当于 中心的电位 相当于中心的电位 对不对 外面 这个外面 的 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所以 我们说 外面啊 你只要随便看哪一点 随便看哪一点 我在这里画一个范围 这个地方 所有的这个电荷 计划电荷 在这里产生 在这个区域产生的电位啊 就是 这个区域的 平均的电位 平均的电位 OK 这是外面 外面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平均电位呢 我们可以写 我们先说 这个地方的电厂 这个地方的电厂 总电厂 总电厂 它是等于 一 这是外面的 Outside 再加上 里头的 我们刚刚讲的是 外面的电位啊 外面电位可以 求这个 另外还有一部分呢 是 里头 同在这个区域里面的 这个 电位 不是电厂 电位 的电荷 在这个地方产生的 电位是多少 在外面呢 当然就是 平均值了 我们把它写出来 外面的 我们说 V Outside 它是等于 4 Pi Epsilon 分之一 等于在当中啊 我们现在用 用这个坐标 我们用一个 参考坐标 参考坐标 然后到这里的距离 都是R 到这个地方的距离呢 就是用R 然后从这里 一个小体积技术 过来的是小R 它就是等于啊 中心 等于这个 外面的电荷 在中心产生的 电位 平均值 就等于这个 这全部的电位的 平均值 我们本来是一点 一个点电荷 一个点电荷可以是 这个地方的 平均的电位 是等于 它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那第二点 也是这样子啊 第三点 也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全部的 这个电荷呢 就是 全部电荷 在任何一点 产生的电位 的平均值 就等于全部的电荷 在中间 所产生的 电位 所以这个要对 outside 的区域啊 所有的电荷都要算 这个是外面的 外面的简单呢 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看里头啊 里头 里头怎么办 里头我们前面 不是讲的一个 如果有一个 均匀的 界电值球 它里头的 polarization 是均匀的话 我们说 如果这个 polarization 是均匀 均匀 P Constant 我们求出来啊 它在里头 任意一点 产生的电位 跟电场 我们求过 前面那个例子 我们求了 它里头的电场 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的 我们前面 有一个例子 我说你要记得 那个内部的电场 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里头 polarization 是均匀的 均匀的就是说 它这个 每一个地方 排列的情况 都一样 都一样叫做均匀 它是这个值 如果它不均匀呢 不均匀怎么办 不均匀就没有这么大 对不对 是不是没有这么大 因为它里头是random 那么这个时候 若P 不是Constant 若P 不等于Constant 不是uniform polarized 那么这一项 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这太小了 你没有这么多排列整齐的 没有这么多 而且它有这个方向的 也有这个方向的 跟它相反 跟它抵消 所以最后的结果 我们说这个 内部的 Electric field 可以 neglect neglect 则 这个 以及 V inside 可 忽略不计 可以忽略不计 那 除非它是 均匀极化 否则的话 随便给一个 极化的 它不一定是均匀的话 那里头的可以不计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1 inside 我们令它等于0 所以 最后 它的 Electric field 就只有这个 那potential呢 那只有外面对它产生的potential 里头就没有了 里头就 里头的这个potential 我们就不计了 所以呢 所以 我们说 这个时候 宏观 就说 所以宏观 定位 就是 外面的 就是等于外面的 电荷 外面的diple moment 在里头 所产生的 电位 就是这个东西 OK 就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宏观了 宏观 OK 所以你 只要求任意一点 它的 它的这个 电位 你就可以 可以 当做是全部 这些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 电位 但是这个 很小很小 体积里头 自己的这个 这个小体积里面的 这个diple moment 在这里产生 电位 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就是这个 小体积 外面的 就是你要看 这一点 其实它是一个 小区域的 我们可以把它 分成小区域的 当中 这个小区域 我们看起来 很小 其实它比diple moment 要大的 diple moment 位移要大得多 好 那么这个 就是 界电子里头的 电位 界电子里头的 电位 在 外面当然我们 外面你有 external field 那当然在里头 会产生电位了 那里头的 那就是由 所有所有的 这些电荷 在这一点 产生的 电位 OK 这个电位 就是这个地方的 平均电位 好 底下我们就要 介绍一个 量 叫做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们介绍一个量 electric displacement 好 现在我们呢 看一看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有两个高斯定律 有两个高斯定律 一个高斯定律 是这个 还有一个高斯定律 divergent p 等于什么 负的 roll b 对不对 对负roll b 好 这个roll 跟这个roll 有什么不一样 在以前的高斯定律 我们最初讲的 这个高斯定律 roll是代表 所有所有 能够产生 电场的 电荷密度 自由电荷 当然会产生电场 自由电荷密度 好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polarized charge density 或者是叫做bonded charge density 它也会产生 电位啊 也会产生电场啊 因此我们说 这个 它是等于 roll over epsilon zero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epsilon zero分之一 加上free charge density 加上bond charge density 就是你这个区域啊 又有自由电荷 然后这个区域呢 它又有界电值 界电值 如果被极化的话呢 它有 极化电荷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 极化电荷密度 用这个来带 它就等于什么 负的 负的 divergent polarization 等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两边呢 把这个乘过来 epsilon zero乘过来 那我们就可以画成 divergent epsilon zero e 要加上divergent p 要等于 roll f 变成这个式 那现在这个是向量 这个也是向量 这两项呢 我们可以合并 成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写成 divergent epsilon zero e 加上 polarization 要等于 roll f 好 这两个呢 都是向量 两个向量的和 可以用它的和向量来表示 我们就令这个和向量 叫做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们令这个叫 divergent d 我们先写 令这个 我们令 d 等于 epsilon zero e 加上 polarization 这个我们就称为是 电位仪 这个叫电位 electric displacement 然后 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divergent d 要等于 roll f divergent d等于roll f 好 如果我们两端 都对体积来做一个 积分 好 那就是说 这一边 divergent d 乘 d ta 积分 要等于 roll f dta 的积分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体积里面所还有的 自由电荷 我们写qf 自由电荷 qf ok 好 那么 这个量呢 是一个体积分 我们写在这里 它是可以写成 利用 goth's theorem 它可以写成 d da 然后等于 qf 等于qf ok 所以啊 这个跟这个 又是好像一组 高斯定律 又好像是一组高斯定律 我们为了方便起见 方便容易记忆起见 我们也令它是一组高斯定律 所以这组高斯定律呢 就是这样 divergent d 要等于 qf 然后这个呢 就是 d dot da 要等于 这不是q 这是roll f 写错了 这个是qf 这个应该是加一个enclosed 就是这个 封闭面里头所包围的 自由电荷 好 现在学过三套 你要把这三套写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记它 你就不会忘记 我们就把这三套的高斯定律 我们再把它写在一起 好 我们从一开始来看 一开始我们学的是 这个高斯定律 好 它的 唯一分形态 就是这个 第二次 我们遇到的是 polarization的 高斯定律 fq bound charge 也是enclosed 好 那这个可以写成 divergent p 要等于负的 roll b 好 现在是这一套 displacement 高斯定律 它是等于什么 qf 然后这一边是 divergent d 这也写个enclosed 好 这三个 要记住 要记住 界电值里头有这三种 三套 然后电厂的高斯定律 是跟全部的电荷 你有极化电荷也算 有自由电荷也算 将来我们讲到磁学 还有所谓的表面电荷 或者我们称它叫做equivalent charge equivalent charge equivalent charge 那这个就叫equivalent charge density 那个也算 现在呢 我们只讲了两个 一个是bound charge 一个是free charge 那就是bound charge跟free charge加起来 然后polarization呢 它仅仅跟bound charge有关系 而electric displacement 仅仅跟free charge有关系 我们等一等会举例啊 来看一看 这个怎么用 因为以前你用这个 用得很好 对不对 高斯定律 解电厂 哇 解得很痛快 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界电值哦 有界电值出现了 它enclose the charge 不仅仅是自由电荷 它还有bound charge在里面 那bound charge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啊 bound charge要什么时候才知道 要等到你把电厂求出来 你才知道bound charge是多少 我们要求的就是电厂啊 我电厂还没有求出来 我怎么知道bound charge是多少啊 所以以前的那个高斯定律啊 在有界电值出现的时候啊 没有办法做 因为它有一部分的资讯不晓得 就是说bound charge是多少 它不知道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量跟free charge有关 你就有free charge 有bound charge在一起 它不管你bound charge是多少 它只管你free charge是多少 它可以求出displacement的出来 但是我们要的是电厂啊 你电厂求不出来 你说我电厂不会求 我求electric displacement 那有什么用啊 我要的还是电厂 但是 假如 我能够知道 d跟1的关系就很好了 我d求出来就知道1 对不对 所以我们等一等会举例说明 好 我们现在从这两个 这个势子跟这个势子来看 这个势子跟这个势子来看 很像 对不对 非常的相似 非常相似 但是它还是有差异 这个要特别注意 许多 转 好久不見